不如转一转个模式吧 把我今个月份拍下的照片 预期放上IG 不如当是一条片去拍了它 改成做一个Digital Junk Journal 很久没拍过子弹筆记 这次拍完也不是写子弹筆记 我不是没有写Bullet Journal 而是现在我的Bullet Journal也很简单 所以不如转一转个模式 把我今个月拍下的照片 加下来这条片 既然拍片要素材 不如我把它转成一个Digital Junk Journal 那什么是Digital Junk Journal呢 如果要直译 Google Translate应该是给 个名字我类似是垃圾日记 那即管叫它做垃圾日记 垃圾日记是一个手工制作的一些记事 里面充满着一些很个人的一些回收材料 有人会觉得它是垃圾 有人会觉得它是一些纪念品来的 可以是一些 一些戏票 机票 报纸 一些油票 尤其是去旅行的时候 然后会有很多一些实体的地图 车票 其实原意就是会贴在一本实体的笔记簿上 我没有收藏器票的一个习惯 虽然现在看电影其实都少了机会 会得到这些实体的笔记簿 因为现在都开始慢慢会有电子笔记簿 还有为什么不收藏呢 本来其实我都觉得这些都有值得收藏的意义 但是就是因为曾经收藏过 也都知道那些器笔上面印出来的墨水会掉 除非你有时间去用原子笔去填实色的颜色 除非你这样 不然保持来其实没用的 跟那些机票一样 它到时到后就会掉色 所以宁愿就拍下它 甚至用一个scanning的功能 留下它原本有的那个样子 保持久一点的同时 也可以处理少一些废物 本来的一个用意 Junk Journal 就是把这些器笔去贴在一本实体的记簿上 用来储存记忆 或者一些想法 为什么会选择电子化它去记录呢 因为在我过往的影片也有提过 其实我已经做了超过五年的Bullet Journal 至少都会有五至六本这些Bullet Journal 在我手上 也都经历过搬屋这件事 我就开始留意到一些实际的物件存在的那种困扰 也都很想做到所谓的minimalism 类似断写尼 想改善那个空间的那些杂物的问题 所以在想着Bullet Journal 可否变成一个Digital 但是老实说 我自己觉得手写也有它的实际作用 它慢慢改善这个 移动一些实体实物的东西 变成Digital 所以这个Junk Journal 就很想做到 去减少这些实物的存在 往往的Bullet Journal 或者这些实际的物件 存在它佔空间 会容易铺陈 又要清洁 浪费脑汁去想它的收纳技巧 所以想慢慢去 移私到一个电子的 Journaling的一个空间 我用的是一部iPad 这部是iPad Pro的11寸 4th Generation 我放连续在下面 我用的是2nd Generation的Apple Pencil Software 我用的App 叫做Paper 其实你可以用GoodNotes 又或者我之前有说过的App 叫做ColorNotes 都可以的 又或者其他的App Notability 但为什么会选Paper呢 因为我接触到这个App的时候 我都给它那个 好像实际可以揭来揭去的 那个Motion 吸引到的 那变成了 好像看得到前后各样的 它的显示模式 令到我呢 有一个 能够代替到一个 实体Notebook的一个做法呢 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这个Motion 我觉得它优胜过GoodNotes 或者ColorNotes 它是一个 年度的订阅 所以 可能一年之后 再想一下 会不会用下其他的App 或者可能 投怀GoodNotes的用户 或者是这样 另外有个8月份的 数位帖子 提供给大家下载的 欢迎你去我的Description box 去找回这个网址下载的 首先来的是 Movies Movies我看了三套 一个就是 Inset Out 2 然后是 Robot Dreams 最后是 公开试当真 而我们这三套呢 我比较不太喜欢的是 Inset Out 2 可能没有我期望的那么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我选了看 粤语版 又或者可能我看得不够 细节 不够投入 出奇 喜欢的是 公开试当真 老实说 不是看到没戏看 我都未必会选这一套 如果未看这一套的话 我都会挺推这一套的 其实说真的 因为我都会觉得 这套内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 去反思一下 究竟有没有 我们经常说的 不读书 就是没有用的 这一套思想 那么多年洗脱不了社会 要标榜有用的人 要靠读书 才做到一个出色的人 但是这套 它不是一个戏 它是Documentary 考试不是求分数 但是 其实说这句话 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但是到今时今日 仍然都有很多 无论出来工作 我们去见工的老实 还是我们 读书的时候 背后的家长 还是 还是 这个社会的人 怎样看你 好像凭你的学历 就代表你一切 很值得 现在的家长 去看一看 都很值得 作为已经过了这些 考试时期的成年人 去反思这件事 就是不读书 或者读书 不出色 或者作为一个 不厉害去读书的人 是不是真的要靠 这些成绩 这些分数 去证明我们 是一个有用的人 接着是TV shows 这几个月都没有更新的 这些时间里面 我都在播同一套电视剧 叫做How I Match Your Mother 它有九个Seasons 我由Season 1看到 现在看到Season 7 这套是一个朋友的推荐 他说 你有没有看过Friends啊? 我没有看过Friends 但是Friends似乎比一个 Seed Come的界别 称为神剧 我这个朋友 他形容为这一套 How I Match Your Mother 比起Friends是一级的 他觉得都是这么神级 因为他能够用一个轻松的手法 一个Season 7 短短三十分钟的一套电视剧 他能够带出很多人生不同层面的 一些道理 那我好认同的 但其实他除了说爱情 情感之外 其实他说很多层面 他说家里 他说友情 他说人生遇到你想想想 一些什么的画面 但是去到实际发生的时候 又未必是理想中那么理想 就是很多不同层面的理论 那所以 单凭这个名字呢 其实真的 我以为是爱情剧来的 但其实他不是 他是包含爱情在里面的一个 很日常生活的 很贴地的一套处境剧 他有九季了 最后一季播出的时候 其实已经十年前了 所以呢 我都会因为那个年代感比较重 而对于开一部新剧 有点强暴 但是最后都开了 看看我觉得 惯了这个模式之后 看不停的 会觉得很吸引 会很想知道 最后的故事如何发展 他写到第七季 他都... 不要剧头 不要剧头下去 这一套我都... 我都好推的 喜欢sitcom的你们 不要错过这一套 我现在才记得开个咪 好了不要紧了 现在才开始录回后面 频道成长 上次数到一月份 算到7月22日 总浏览人数有 146526 watch time hours 8,524 subscribers有 2765 头三个位置有 notion 广东学教学 part 1 有 23157个罗南人次 第二是 我不事不懂失诊 有15328次 第三是 notion 广东学教学 part 2 有 7830个观看次数 最后一个环节 我想做一个新环节 多谢各位的支持 每个留言我都看得到 我可以选几个出来 去回复 香港店铺 但大陆发 虚拟仓 会不会有问题 不如问exy 我不清楚 为什么要写是 香港铺 但你要在大陆发货 这个我想说 我的影片好像有提到 那条方法 我是未研究到 要怎么处理 所以 你下载到的 template 应该是没有这一行 除非我搞错了 notion 网页很多人都在说 建议可以加入一些其他人没有的元素 例如可否置入vimeo or youtube 做portfolio 作品之类的教学 许愿中 在我的 blogs101里面 其实已经说过 是可以加入youtube 或者vimeo的影片 去放在notion 只要放了两条影片 在notion上面 再去share as a website 就已经可以成为 一个notion的网页 去share给大家看的了 喜欢notion的朋友 记得在这里 去加入我们的会员 有更加多 关于notion的资讯 在我们的会员专区有提供 最新的会员影片 已经上载了 那你可以click 回这里去看 我是Valerie 我是这条影片 见你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